DRBL Server的建置的时候 网络卡的设定 有一些人在安装DRBL的时候 会发现说,奇怪DRBL明明装好了 可是产生一些很奇怪的一些问题 那这问题发生点通常就是你的网卡 使用图形界面在设定 当网络卡使用图形界面在设定的时候 网络卡的启用 必须在Linux开完机之后载入图形界面 他才会把网卡的设定载入 但是DRBL启动的时候 他会启动很多其他的伺服器 比方说DHCP、NIS等等 这些伺服器的设定 通常都需要网络卡的资料 所以当你把网卡是比较慢启动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这些启动的时候 网卡资料是不对的 所以怎么办? 你必须去编辑ETC下的 NET Walking底下的INF 这个档案 底下有一个 网络卡的设定档 那因为这个也是管理权限 所以我们必须先切换成最高权限 我们到ETC底下的这里面 你会发现有一个叫做 INTERFACES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记录了你的所有的网络的设定 那如果你比较习惯Linux的人 建议你可以用VIM 如果你刚开始初学者 不习惯文字界面的编辑器 你可以用Nano去编辑这一个档 这前面这两行是原本就有的 那后面这几行是你要增加给他的 如果这些资料你不知道的话 就到我的部落格上面去复制来贴 然后去改相关的资料就好 我先CtrlX离开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IP是什么 当然你的DRBL Server必须是固定IP 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这一台伺服器的IP 你要安排多少 假设像我这边我的IP安排是 10.231.97.10这个IP 所以我必须要知道我的一些资料 当然第一个你要知道你的IP 第二个你要知道你的Mask 第三个你要知道你的Gateway 然后最后你还知道你的DNS要设多少 那我们的网路卡是ETH0 有时候在Linux它灌了很多台机器 或者跑很多张主机板之后 因为ETH0被占用了 可能会变成ETH1 这时候你要注意 你的网路卡界面叫多少 Windows底下它有一架区域网路1 区域网路2 在很多张网卡的时候它又有一样 所以这个代号你要知道 这个代号你就一定要清楚 ETH多少 我们再来一次 nano interfaces 你要给的是AutoETH0 这是开机的时候把它载入ETH0这张网卡 网路界面 网路界面 iface eth0 inet static 这就叫静态网路 就是固定IP的意思 address address 就是这一张 你这台机器你要设的IP 这些资料都要给对 不然开机会错 再来NameMask 我们通常就是一个C 三个25 一个0 Network 这个可以有可以没有 比较不是那么要紧 那通常就是 像我的网段在10.231.97.0这里 整个网段是我教室 电脑教室的网段 bocase 这是广播的位置 通常就是最后一个IP 10.231.97.255 最后一个IP 这个也可以不设 因为通常这个预设值就是这样 getway这很重要 你这一个网段 看从哪一个IP出去的 要从哪一个IP 哪一个门出去的 闸道器 那通常可能是第一个或者是最后一个 通常 那我在新北市这边的设定是这样 10.231.97.254 它从这边出去 那比较重要的是最后面这个你一定要设 你这一行的 你这一行没有的时候 你DRPL发出去的DHCP 它的DNS Server会指到127.0.0.1 这个时候它会找不到翻译不到 所以这里你一定要输入DNS DNS Name Service 多少 163.28.3.1 这是市府预设的 当然如果你自己有自己学校里面的DNS 建议你学校第一个DNS要摆学校的 再来203.72.153.6 这也是市府的 最后你要再加一个168.95.1 这是中华电信的 或者是Google的8.8.8.8 为什么 因为如果当市府的DNS有问题的时候 前面两个不通 你还有第三个可以问 这是个人的一般建议 个人一般建议 如果做完了你就怎么样 写入Ctrl-O写入 Ctrl-X离开 这是Nano 比较接近图形化的文字界面 文字编辑器 我们就Ctrl-O写入 它为了要写入这个档案 是Ctrl-S离开 好离开之后 一般你可以用 EDC下的INIT.D底下的NET WORKING RESTART 重新启动网卡 当然你背不起这么长的指令 比较稳当的做法就是重新开机吧 这样子你就可以用文字模式的方式 把你的网路界面 把设定好 为DRBL的网卡做好设定 这样子你设定完的DRBL就不会出问题了